嗨,大家好,我是阿梅 嗨,大家好,我是智辉 现在我们两个过来红色林这边放地龙 看一下过两天有什么收获 现在开始行动了 因为个子比较矮,所以智辉先过去收碗了 我一个人慢慢地冲过来 因为那个水有点深 智辉,为什么这时候起碗呢?你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因为展巢的时候,海货比较多 容易跟着潮水上来 然后我们就步下天窝地吧 现在我们开始搜一下,看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搜地龙 这是智辉的最拿手 有货吗?有货 有吗?没有耶 哇,你看这一楼 哇,这个智辉好大只 哇,这里有一条条鱼 看到吗?条鱼在这里 哇,这个智辉好多 哇,条鱼,条鱼,条鱼 先慢慢地收 把它倒出来这边 我先拿这里 哇,这一楼 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收获 有鱼啊,虾啊,蟹啊,什么都有 好,鱼锅 哇,鱼锅 鱼锅,鱼锅 爆头 哇,你看这个红里面 看到吗? 还有很多在里面呢 我们继续说 一条海虾跳出来了 继续说 看这个,这个有点 这回呀,做美食 这方面都是地图的 我跟你说 哈哈,吃过了 榴莲糊 好烦 啊,这里好多吗? 都是虾没有馅 这里还有一个好处 哦,直接拿 哎呦,直接拿掉 这是一些西洋 那你们看看,什么叫做 爆头 哇,这个什么 你看一下你们 因为这个飞浸养殖场里面 好久没有翻过地楼了 你看这个青蟹有多大只 应该这里应该有一斤吧 好多只 你看,都是老青蟹来的 哇,这只更大 先把它倒在桶里面 拿出来 因为这时候收地龙的话 海货是最多的 因为它这个海货跟着潮水进来 一旦推潮的话 它就会进笼子里面了 哎 哇,这只好大只哦 你看到吗 这只 哦,包头包头 哇,这个头 包头的感觉就是爽 超级多 哦 这个待会儿小的时候 我们把它放上 把那个小 把那个小的放了 现在我们把那个虾跟鱼挑出来 因为螃蟹已经要出来 把它放好 要不然留在这里的话 会把那些那个海蝦 因为螃蟹的话 两个钳子太厉害了 很厉害吧 这是螃蟹吃成这样子的 你看这写字 刚刚吃的 你看头都夹断了 你看螃蟹,头都夹断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刚刚没的视频 记得关注哦 下期见 拜拜 现在赶紧跳 回去做饭了 因为太阳准备要下山了 现在的话是下我的潮水了 嗨,大家好,我是阿梅 刚刚退潮 所以过来赶一下海 走,去收货 看一下待会儿有什么 这个贝壳红色的,挺漂亮的 这里有个毛利 这个还可以 我们也叫坑子螺 我们把它收了 放桶里面 洗一下 这是今天第一个收货 这里有一个 被淡浪冲上来的 你看嘴巴还有一点点张开 看到了吗 这个个头还可以 把它收了 放桶里面 这里有个坑子螺 差点发现不了了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这种螺很多的 这个还可以 把它收了 现在这种季节的话 这种螺很肥的 也叫毛利 放进 好,这里还有一个 两个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这里面没肉了 是空的 这个 这个应该可以 你看 上面好多毛的 把它收了 放桶里面 这是今天第二个收货 再找一下 这里发现了一个毛利 张开嘴巴 但我们千万别拿手碰它 一碰得很容易 合起来的话 就死死夹住手 你看 你看 合起来很快的 一瞬间 我都不敢拿手碰 你看 都夹住了 它夹得很疼的 把它收了 放桶里面 这个还可以 可能被大烂冲到这边来了 把它收了 放桶里面 这里也有一个毛利 这个个头还可以 挺大个的 把它收了 放桶里面 很其他 就把袋关系 放桶里面 卡坡 放入 小心 き 放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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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桶里面 把桶里面 放桶里面 看到了没 这里有个毛利 躲在这里面 好多沙子 这里也有一个 这边也有个贝壳 挺漂亮的 是空的 烂的 你看这里也有个毛利 这个算挺大个的 季节这种东西最肥最好吃了 把它收了 放桶里面 现在跟着潮水走 然后这里有个是空的 你看 也是毛利的壳来的 被淡淡冲白了 里面都没有毛了 这个水坑里面发现了两条鱼 你看一只小螃蟹准备偷吃了 看到了吗 在这里 这条是鲈鱼的 你看应该死了很久了 我摸到这个鳞已经脱落了 看一下它的筛 你看已经变白了 这种不能吃了 留它在这里喂小螃蟹吧 不知道这条 这条也不能吃了 你看 这个鳞都出来了 你看 颜色都变白了 好臭啊 不知道那只小螃蟹跑到哪里去了 留在这里喂它吧 走去别的地方看一下 这里发现了一条筋骨 看到了吗 藏在这里 边缘还有很多小石头线 这边缘都是 我们把这条筋骨抓了 因为这个筋骨的话 那个刺扎人很疼的 所以要抓它的时候要抓它的头 你看它刺就扎 上次不小心就给它扎到这里 现在已经换笼了 看到了吗 好疼的 把它收了放在桶里面 这条筋骨的话挺大条的 再看一下里面有没有 哦 不知道这里有一条什么鱼 在这里面 看一下 因为网上看不是很清楚 你看一条青鱼鱼 准备逃了 好漂亮这种青鱼鱼 第一次看到这种颜色 蛮漂亮的 看到了吗 很淡 好漂亮哦 把它收了放在桶里面 你看它尾巴 是黄色的 看到了吗 边缘 好漂亮哦 要准备逃了 再走一下这个水干 你看边缘好多蝎 这里有一条小筋骨 搁浅在这里 你看 准备逃了逃了 这种筋骨的话太小条了 没什么肉的 你看跟这条对比 只有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 看到了吗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面 不要它了 太小条 由它长大吧 我们把这两条收走就可以了 这条青鱼准备逃了 在我手上不安分 你看 放在桶里面先 然后我刚才都摸到鱼的尾巴了 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这块石头太大块了 我抓到它的头了 我抓到它的头了 拔出来先 一条筋骨 好大条哦 这条筋骨 你看这边圆 都被我拔出来的时候磨花了 你看 这条筋骨蛮大条的 不小心给它的刺扎到手 一条筋骨 看到了吗 把这块石头 拿开 两条两条 这一条 这里尝到一条 这种鱼最喜欢尝到石头里面了 这条就很大条 看到了吗 蛮大条的 这有一条小条的 它这条好小哦 这条就不要了 太小了 没什么肉 就把它丢到生水区吧 让它长大 我们就把这条收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生水区了 现在把这条小筋骨放生 留它慢慢长大 我们把它丢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稿 Elsa 几条金骨鱼 还有清淫鱼 还有一些海活 这个头还可以哦 今天的收获还可以 现在已经太晚了 小孩子还在家等着我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 下几点 这么迟了 现在9点多钟了 也出了来刚才几个小时了 如果你们喜欢安眉的视频 请继续在下方点个关注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拜拜